同样是以三国故事为题材 筹备了四年的星期三国 在同一天公布了主要演员名单 陈建斌 陆毅 林心如 陈好 于和为组成的五星阵容 等待观众们检阅 发布会以开场将饰演小桥的赵珂线上一段颇有鼓缝的舞蹈 他是当天到场的演员中唯一的新人 最后新版三国五大主演前后闪亮登场 好 各位老师 请说陈建斌老师 陈建斌是导演高细细最早定下的人选 在国内有关三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中 他几乎是最年轻的曹操半演者了 您在大家庆当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好男人人家 而这个曹操呢不用说了 是一个接近的男人家 你觉得这么大的反差 最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我就不同意 就是说 就是曹操演这些非常好的好男人 我要把就是能干净 希望在曹操身上 留的是先是个活生的人 阳光教授陆毅也能扮演诸葛亮 连主持人都有点贯的一步 你觉得他演诸葛亮合适吗 你们觉得他合适 在很多人看来 让陆毅扮演诸葛亮可是大然之举 导演是怎样看着他的呢 是忽然有一天在晚上半夜了 就把那个这个说明天早上我们见去 见面短短的五分钟 就进入这个珠葛亮合适 其实那个毕他演这个少年 包中间的一本 一本是少年版的这个珠葛亮合适 随着年龄增长即将当上孩子爸的路易 早已遍的成熟 我非常喜欢诸葛亮这个人物 像小时候看的两段话 包括很多人的说书 小时候是比较喜欢赵云啊张飞啊那种母像 然后呢就是自己年纪 所以变了一个成熟之后 觉得呢可能从人物个性魅力上 还是诸葛亮是更强的 貂蝉的扮演者程豪看见自己准备不足 需要马上握住张国 不过一顿亲眼貂蝉 他将此刻演出心意 我想说希望自己扮演这个调谈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的漂亮 他还有一个他的那个智慧 跟他的那个感觉 与成好一样 林心如也对自己的角色直直顺着 而且还要被人拿来与赵薇做比较 因为赵薇刚刚在电影势力中扮演过孙上江 其实我在刚知道要交这个剧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给他发了心情 真的啊 就跟他说我要演这个东西 演这个角色 然后他跟我说一场的 但他肯定会比较辛苦 因为有很多大概是打的那些东西 对他交了心理准备 看演刘备的余和伟之前与高细细合作过八部戏 说起这个角色余和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我觉得刘备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景色里面 其实单纯的有好多户外 可能不能完全在过 我觉得他有他的他的一个信仰 还是信仰 对天下 对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仰 我觉得从这个首先从这个调的信仰出发 那么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然后让他们去论 举提新版三国将在今年九月开拍 水星定下的五元大将 加上了一位惊人 一起揭开周葛亮的出示表 并与非欲助排泄胜利